古山区的龙岩猎泉井观池因为排水设计不当 造成凝杀淤积 导致当地的龙井社区时常遭受到烟水与蚊虫叮咬的困扰 对此高雄市水利局从5月中就开始进行改善工程 目前工程进度已进入首尾阶段 当地里长表示 希望完工后能够彻底改善龙岩猎泉井观池 正在施作周边排水路改善工程 龙井里里长周明奇表示 工程即将进入尾声 进度是已经要完成了 要完成了 这个是排风才用的 因为我们龙井里有没有 当地受水灾的 受害我们这里面 真正是水灾不是外人 外人 脱费 脱费 还算水利局 把这个经费 是改善这个水利 那个排风水路改造 改造 我们也减观光 里长周明奇亲自于水利局人员进入湘涵查看 期盼完工后能大幅改善龙岩猎泉 周边排水问题 穿舍公里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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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里走 所以我们的故乡 和设计公司 就是设计 就是说这个排风 希望以后我们龙井里 代代顺顺顺 包括水 水边 水边附近这些里 以后不用受到水海 英国是有很多 英国都变入湘润 不得到 这样而已 里长周明奇表示 完工后可大幅减少上游暗渠的预期土方 景观池也保有原本的观光油漆用途 同时也期盼农景社区不再饱受淹水 蚊虫之苦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